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包小儿七星茶呢 你拿回去 尝给她跑着喝 这药铺里都有的卖 非常感谢 好多年没进山了 小时候跟师父采药 一出去 要十几天 山豪 你告诉我 昨天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在我看来 一个是病人 一个是被病人拖累了很久的父亲 你少跟我大骂回言 你说 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怎么的 你的药还分人种啊 不同地区的人 药量还不痛 你废什么话 山豪告诉我 他们 是不是日本人 他 就是三国有喜 三国有喜 你跟他 到底什么关系 我的命坐在他手里 他就算是一个玉璃 我看了 是颜色啊 你也有东西 看 浑身不同了 脊肉不同了 太郎 脊肉不同了 爸爸 我想啤酒 爸爸 我喝酒 不停带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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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带肩膜 不停带肩膜 在肩膜上 幾乎 不停带肩膜 莊馑 比雪 不停带肩膜 扁菇 聞谷 在否 傻 请问一下麦晓雯在吗 在 文哥 喂 有人找你 谁啊 阿贵 师父病了很久 声音一直不好 这边食材没有广州的权子 师分瓦手菜呢也打不出名来 这边人工柜房租柜水电柜 滚说黄师父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这就是没查出来嘛 发了很久的烧 烧退了以后鼻子和嘴 没有味觉 没有味觉 对 走吧 赶紧去看看吧 老天爷有意思吧 一辈子调和味道 自己却尝不出滋味了 有没有看过医生啊 广州那么多名医 不是都来香港了 山河失色 孤国远去 这日子就不该有滋味 看过医生啊 说是心病 这鼻子跟嘴没有问题 广州大酒家 也被日本人抢了 香港的也快到了 这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这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广州那么多有钱人都来了香港 这不能少这吃饭的钱啊 我也想不明白 这厨艺到这儿就不灵了 可能是水土不敷吧 还有这里的灶火也不同 我这火气黄的名气啊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广州啊 我试试 你是 这事没那么容易 大宋 我能看着他 就这么黄了吧 不必了 我这舌头 好 也让你好好尝尝 我最近的厨艺有没有进步 温哥 带我去书房看看你 好 师父说这事不容易 一点都没错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口味是什么 按说离广府这么近 应该差不了多少才是啊 黄师父真是太想念广州 想念家庄的味道了 看我的 看我的 这是我师父最喜欢吃的菜 他说这道菜菜 是最能够代表广州的 而不是保湿颜值 这道菜 材料虽然简单 但是很难做好 这个虾酱跟豆腐 稍不留意 就会有浇糊味 你这个不错 没有浇糊味 师 师父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没有浇糊味啊 你能闻到味道了 快 尝尝喝 快 尝尝喝 试试 我 我能吃出味道了 我能吃出味道了 我的胃格 你这是什么厨艺啊 你居然把师父的病给治好了 师父你慢点吃 慢点吃 你们个人 居然长连高 下血医生 为了 好好好 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斗争 徐医生 你来了 来了 徐医生 给你点糖吃 来 谢谢徐医生 不客气 你要的那些西药和粮食 都给他们用了 那你什么身份 我是个医生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这是队伍 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汪景辉大日文 还去了险兵队 丢了炸弹 国民党的队伍 条件还不错 暂时不用我帮忙 我真没想到 这广州城门 是这样的 留下来跟我一起干吗 我也想啊 可是我妹妹还在城里呢 我不能丢下她不管的 带住了呀 留在广州干什么 她还有个戏班呢 不能都带过来吧 再说了 这 这男女有别 山河 现在是救亡图存时刻 我希望你能尽一份 中国人的力量 我还是先照顾好 弟弟妹妹吧 父母双亡 大小儿没走散了 我得尽掌兄如父的责任 还有能量仿呢 那是身外之物 你现在是洒脱了 那咱们药工同行谁管呢 徐连仲老爷子谁管呢 他们都指望着 咱们药坊活着呢 为了他们 我也不能让药坊垮了 你在这儿救人 那是尽中国人的本分 我在城里救药工同行 那也是尽本分 等这西药和量日到了 我得回去 好 你说得对 那这段时间就跟我学医吧 行 好 那我现在教你 我来 尘味的到来 为广州大酒家带来了活力和生气 久违的家乡味道 更让颓废已久的广州大酒家 慢慢重现生机 庄园及抵中 来了 上空静魂汤 来了来了 来到 竹园茶丝包 来了来了 跟三思茶丝 来 来 来 广州大酒家 先给你酒 来了 先买 来 先买 好了 好了 来 来 来 是吧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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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外一份 来 这边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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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卖 来 从组园远了 别人快走 好嘞 好了 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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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瞎讲啊 广州大酒家带来没想 文哥 你干嘛的过来啊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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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近 咱们现在虽然早点少 但是一中两件必须要保证 快 快 来 来 来 请进 请进 里边 里边走 来 继续请 里边也能点 里边也能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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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 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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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待我 谁招待我 不认你 让你带我 在我们家的里边 找我 来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理解你现在的痛苦 我有些朋友 和你有同样的经历 但他们做得更好 想得更远 麦肖文来到香港后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边在广州大酒家谋生 一边秘密从事 抗日工作 他了解陈渭 也知道他出于正义感 而痛斥汉奸汪精卫 已经到了人生的转折点 他想帮一帮陈渭 麦肖文请示上级 经过考察后 对陈渭表明了 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将他吸收到组织里 并对他进行了 各方面的培训 包括各种武器的射击 和国术搏斗的训练 陈渭表现出 很强的学习能力 他眼中有仇恨 心中有正义 主动要求执行任务 党组织根据需要 又增加了密血 发报 跟踪 潜伏等特殊技能的培训 陈渭迅速进步 很快就成为 合格的地下工作者 特殊技能的 李夏 这里不太安全了 以后要换个地方找我了 软非洲的会要开了 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师父和你师父呢 您要想办法 我怎么会不管他们呢 李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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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这都是我商业机密 你商量就打算这个 你有礼貌吗 糧食和西药不可能是正经生意 这一旦落入到抗日分子手中 这就是资底行为 三国兄这是大事 我这天天跟中国人斗 我还得防着你们 啥玩意儿 资敌 不是 你这大帽子给我扣的 是咋的 你们鲜兵报道部 是多管闲事啊 作为朋友 我是怕你被利盟币 是坏人蛊惑 谢谢啊 我心里有数 有啥事赶紧说吧 我一会儿还得给孩子做饭的 现在呢 已经有十多家药店 同意加入我们大东亚 医学促进会了 那这可是好事啊 那咱们促进会 可以宣布成立了吧 可以 我得找个良辰几日 作为第一任会长 你应该准备入会纲领 我这两天抓紧 钥匙陈山河给你的 他人在哪儿 非得抓他 就不能放过他吗 不能 他违背了 线兵报道部的命令 确实 军国大事 这个 不能徇私往返 这什么 我这两天呢 也徇私了一下 这个 医学促进会会长这个职位 真的是太重要了 往大了说 他就是架起了 日中两国友谊桥梁啊 我呢 就是一个买药的 平时老婆孩子 热钢头不习惯了 会长这事我是真干不了 要不你再撒嬷撒嬷 我主要是怕耽误你们的计划 我猜猜啊 粮食和吸药 是买药的代价 帮他洗脱罪名 是他替你找药的条件 对吧 要不说你们是搞政治的呢 你这脑子转得太快了 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啥 陈山河能帮你找 这么名贵的药 你们又能成为朋友 这不正是 共存共荣的成果吗 挺好的 我支持 感谢支持 真的 我就是一个小商人 安安稳稳地赚钱做生意 比啥都强 我懂 我们也是为你们服务的嘛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很欣赏陈山河 我啥时候说我欣赏他了 感觉到了吗 浮清曲 众暗舞 浮如沐在水中浮 浮而有力 多风筝 浮而无力 是血须 血须也有区别 精血两须 腰气酸软 精疲伐力 用精修糖的抗瘦丸 顾稳培缘 你怎么知道的 医术里看着呗 我跟你说 医药不分家 研究药性 先要懂药理 医 徐老板 徐医生 怎么了 我拉肚子 拉肚子 拉一天了 好好好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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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老季玩 来 回去把它喝了 头疼脑热也管用 好 谢谢徐医生 又来了 老季 老板 这西药凉的事也送到了 我得回广州了 等以后有时间 我再找你去 我真希望你也留下来 我要是在广州 混不下去了 我会来找你的 好 请您拿好 请 欢迎再来啊 秦慧荣同志徒头搜捕 情况紧急 转移出了广州 他执行的正计划 照常继续 从宝华西苑 救出六名爱国艺术家 彻底粉碎 对敌人粉饰太平的计划 我们顾请的一辆卡车 会准时开到 宝华西苑的后门 六名爱国艺术家 会利用在后台 化妆的时机 从后门离开 有人吗 师父 师父 有人吗 我是立夏 真怀念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啊 无忧无虑 那会儿真快乐 我师父和干爹呢 戏般的人呢 小军师哥他 他怎么了 你我都知道他是共产党 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他搞抗日活动 破坏广州的安全稳定 你们抓他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没有抓到他 所以我要把他师父 你师父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人 都抓起来调查一遍 本来也要抓你 但因为明天你要参加 日中文化交流合同 我替你担保 不抓了 抓我吧 我不会取的 李夏 我真搞不清楚 你们为什么这么抵触 这就是单纯的 艺术家之间的交流 你不想监视一下 日本戏剧文化吗 你不想博彩仲家之所长吗 我记得你一直提倡 马世增的观点 你想要打造一个 这乱哄哄的世道 我唱不来 唱戏能让社会稳定稳定 才会有发展 粉饰太平是吗 太平不该宣传吗 不唱你想哭吗 听我一句劝 你就去吧 如果我不去哪儿 你师父和你干爹 会受很多苦 我去哪儿 阿信爹 软飞舟突然来到后台 使得地下党的营救计划出现意外 来不及带着陈立夏议期转提了 三门姐 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好量 你的穆龟英一定会让日本同行大为震惊的 我师父和干爹放了吗 当然 你要是不放心 我可以把他们选到这里来 你看你 又开始对我横眉冷对 不过没关系 我很开心 说明啊 你接纳了我的好意 好了 三门姐 准备上场吧 等一下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打真军了 以免伤到自己 你想在台上处死自己一事清白 我骗不让你入义 尹立夏 你别想在我这儿逞英雄 今天你上了这个舞台 别人就会把你当作汉奸 放马走 放马走 陈立夏 你别想在我这儿成英雄 今天你上了这个舞台 别人就会把你当作汉奸 师哥 我该怎么办啊 中共广东省委 在积极建立抗日队伍的同时 还派出大批党员干部 到其他武装力量中 承认骨干 协助整编队伍 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加入 排除纪律散漫的不良分子 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逐步将这些队伍 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又见面了 邝队长 根据国共合作的精神 我党派我来协助游击队的工作 你觉得我这里需要协助吗 你的军火和物资准备充分 人员训练有素 是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会带来我党基层工作的经验 帮助队伍扩大战果 巩固在民众中的口碑 最终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要是说不用呢 派我来是国共双方共同商定的 只要你这支队伍还承认翻号 领取费用 就应该会遵守上级的命令 还是算了吧 有必要搞这么严重吗 那是他自找的 立下这孩子是什么性格 我们还不清楚 他不会贪生怕死 更不会屈颜覆势 这个跟日本人的联欢会 他一定是不情愿 可是他去了 还演了戏 他上次答应去 是为了换我回来 这次我们两个被抓又被放了 说不定也是他换回来的 我没求他这样做 他也没资格替我们做决定 那你也不用这样做 你这样做不是把他逼上绝路 辞辱地活着 倒不如去死 你看看 报纸上是怎么写的 陈叶冰的爱图陈立下 现身日本艺术家交流活动 并粉末登场 现身穆桂英挂帅 报纸不可信 照片骗不了人 我教他的信 我得收回来 感谢各位报馆朋友应邀前来 关于近日传闻 陈立下参加某活动 并演出穆桂英挂帅一事 我陈叶冰发出声明如下 第一 陈立下曾经是我的徒弟 但已于民国二十五年 正式退还失约 解除师徒关系 今日重申 我与陈立下 从此不论生死 再无关系 第二 有传闻说 陈立下要在我们灾星 太平年般家顶一事 纯属谣言 双方并无此相演出计划 第三 我始终坚信 既不着服属 可不饮道权 做人做戏 气劫为先 我说完了 六wal 洁 下 咱ул 下 lung 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否则就不要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野兵的爱徒陈丽相 粉末登场 现身不归英挂帅 我真是当不起啊 我是打算死在台上的 花枪枪头换成了真的 除了虎渡门 我就捅死我自己 我没有当汉奸 名人能死在台上 挺好的 师父 报纸上登的不是真的 我一句都没有唱 不信你去问尹灵芝 她全都看到了 再行女班真有出息啊 一次去了两个人 我真想拿枪头 戳死我自己 我该怎么吸引自己啊 非得拿命吗 我不怕死啊 可是非得这样吗 为什么非得用死来证明清白 是证明给日本人看 还是证明给我们自己人看 如果是证明给日本人看 为什么非得用我们的血 如果是证明给我们自己人看 为什么不留下命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 师父 我想明白了 你轻抛性命 为的是名声 是规矩 而不是真相 该我面对的我绝不逃避 但是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活在别人的规矩里 我不会再活在别人的规矩里 我师哥捎来了口信 我师哥捎来了口信 他现在在哪儿 他的上级 让他联合邝庆逵一起抗日 我是不懂这些 但我觉得邝庆逵靠不住 你 我要去找他 不行 那枪子不长眼睛 再说了 你别跟人听乱 广州我待不下去了 你听我的 大家都会知道你没有长心 没有人会怀疑你的人品 我师父他都不理我了 他 那是他憋住了经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要等多久啊 以前我师父跟我说 要断绝仕途关系 我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他还疼我 那回我跟我师哥 去上海家顶的时候 他还关照说便宜租给我们媳妇 这次不一样了 那我去跟他说说 没用的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是 小妹啊 当年父母被杀了 我就离世 要好好活下去 这些年我做这些做那些 都是为了这个 有人说我做事不择手段 也有人说我狡猾如狐狸 我都不理睬 我只想好好活下去 我都不想活下去 今天我来说是 还会不登场 我都不想活下去 你会不会看我 你会不会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